在台中有一个旅游的传奇景点 那就是彩虹眷村 原本这里是一个即将面临拆除命运的平凡眷村 却因为被一位老农民拿起画笔 以各式美丽的彩虹线条和可爱动物图案 染料了眷村内的街道 最终得到政府的重视 将这里纳入公园范围 让来到这里的每一个人 仿佛置身童话世界一般 而来到这里 当然不能错过的就是卷村料理 以千台初期为主题的卷村餐厅 近年来受到大家的喜爱 怀旧复古的摆设 仿佛走入旧时代 充满人情味卷村的感觉 卷村这种东西 已经慢慢地在人的记忆里面 变成是一个回忆了 那我们有幸经历过这个年代 所以我们希望说能够在有限的资源里面 让现在的人能够感受到 在以前的那种用餐的环境 然后我们也延览了我们这方面的师傅 然后在眷村跟台菜方面 来让客人来去感受我们的用心 来到这里 必点的就是包馅狮子头 以颠覆传统的做法 加入咸淡黄内馅 让吃起来的口感更有层次 还有 以湖南腊肉为原料的腊肉炒鱼腑 以大火快炒 再加入葱蒜提味 是眷村中常见的家常菜 美味上桌 香味四溢 各式各样的怀旧家乡菜 在这里应有尽有 来台中体验眷村文化 微味五十年代的老台湾 感受最美味的家乡滋味